你好,我先問一下,請問一下,這次暫時,現在跌至8點的時候的投票率,還有有關你怎麼評估選情呢? 如果你說市是少了0點幾%呢,我覺得都拍不錯,因為今天實際上真的都幾凍,還有魚呢,基本上我站在這裡,好像停的時候很少 我想問,那如果是你覺得你對於自己成功得到失票3%,還有拿回保證金,機會是大不大呢? 我覺得都是大的,因為我看到支持我的人,其實比較活躍一些,雖然年齡大一些,但都是一些比較活躍的人,還有一些年輕的人都有 所以他們相對來說,就沒有那麼受天理影響,而且他們不是受別人動員影響的 你怎麼看現在的候選人告急,你會不會決定去告急,還有會有些甚麼行動? 其實我很討厭告急這件事,一向我作為投票人,我都不喜歡那些甚麼告不告急的 當然啦,不過我覺得如果是喜歡我的,喜歡贊成我的觀點的,如果他能夠出來投票,當然是最好的 一方面是可以幫我拿到3%或者甚至5%可以拿到政府的補貼 另一方面就是認同,可以表示認同的觀念,我覺得是繼續在這裏做,繼續在這裏說話 我提倡的東西,都會向政府爭取,會變得容易了,我覺得 可否形容一下,今天,你的大致,你的拉票流程,遇到甚麼情況 拉票流程,主要就是,早上我就是在這個,亞街老街,還有這個來的交界 但那裏發覺,原來很多這個遊客的,基本上都不是香港人 那接著呢,我就找一輛車兜,兜去太子,然後兜去深水埗,看看有甚麼地方適合 但問題是泛民和建制,都有很大的喇叭,有很多人 如果我走去,好像滄海一叔,沒甚麼用,還有喇叭也沒有聲 後來我看到這個位,但這個位為何沒有人呢,因為這個位多數不是選民 多數不是九龍西選民經過,但我覺得不要緊,有兩個行路燈 那些人都一定要站在這裏聽聽我的影片,那就不要緊的,還有最好就是巴士 那些人看到我,我覺得就是圍繞一下他,這個都是可能對選情有些幫助 那我有一條問題想問,大家會過去跳樽嗎? 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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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過去,點票那裏,條頸漂亮嗎? 那我們再見,謝謝 謝謝